PASSIONTIMES.HK 遊戲實況主場 2017年11月13日的每日新聞 今天會講一下我們之前在節目 都有玩過好幾次的遊戲 我們看一看圖 就是這隻Nintendo Switch出的 我們經常會叫它剪子 叫Slappy Clips 這遊戲作為任天堂在Switch 首發的時候 初幾輪出的遊戲 最近有一篇報導 因為這遊戲賣得不錯 作為一個新版本 在任天堂出的時候 反應也很好 所以有一篇報導 訪問關於他們的公司 就是一間SFB Games的公司 其實是一間很細型的公司 在2012年才成立 他們也說 其實在他們成立之後的那幾年 一直以做一些來電腦的Fresh Game 或者是手機的小遊戲為主 我們可以一邊看圖 他就說 其實作為一間小公司 一直都會有一些新的概念去研發 但其實一直都沒有找到一些大公司去支持 或者一些開發的提供 或者一些贊助 他們特別提到 在2015年 就遇上了任天堂 當時他們就以這個展資遊戲的概念 去跟任天堂有一些匯報 分享給任天堂他們那邊 就知道了 任天堂就成為了整個遊戲 這個開發的計劃 唯一的一個支持的一間大公司 而結論 這個遊戲出來了 那個銷量也是非常之好 也之前有說過 因為他有推出一些遊戲卡 你可以去店鋪 可能你沒有信用卡 你買不到遊戲 因為他最初沒有出實體遊戲 你可以去到店鋪買一些遊戲卡 給你一條曲子去代買 也可以的 這個遊戲整體整個成績是非常好 作為一間小公司 因為他剛推出的時候 銷售量已經很好的 他剛推出最初的時候 銷售量已經達到 銷售量本身也很好的 然後他現在出了DLC 其實你是再下載 就可以補充你之前的 這樣現在是有實體帶 因為現在實體帶就是有之前的 對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提過幾次 其實一向都說 Switch 可能Switch 大家會覺得 那些在上面的大作 相對地是少的 但其實他作為一個給一些小公司 開發一些新版本 或者一些相對地小型的 一些中小型遊戲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你去將這個項目 放在Sony 或者當你和Sony 展示 我有一個這樣的剪輯遊戲 是四個人坐在一起玩的 合作遊戲 在Sony那些3A大作 臨立的市場上面 這些遊戲很容易就會被埋沒 那最後可以去哪裏 其實這些遊戲主要就是去 一是去PC 一是去Switch 那樣的平台 特別是Switch 因為這遊戲很講求兩個人合作 能夠一部機就可以相打的 Switch 對這遊戲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載具 那見得到 其實雖然大作 即可能你說第三廠的大作 Switch可能在這方面是偏弱的 但是如果能夠一直去到 有一個空間或者一個平台 能夠給到一些小的公司 可以在這些地方上面 去到發佈自己一些新的概念 一些新的創意 其實不思維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大作就不用跟Sony你們爭 你要玩Assassin Creed 你要玩Fever 你要玩Call of Duty 你要玩Battlefield 你要漂亮的畫面 你可以繼續在Sony那裡玩 但是如果當有公司 想試一些新的標題的時候 Switch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讓你去到嘗試 其實樂見的 接下來會繼續有更加多這些小的標題 也是吃著Switch現在的大作不夠 大家要找新的環境 小的標題 小的公司 絕對可以在Switch那裡 可以殺出血腦 你看到這隻剪子反應很好 或者我們之前有玩過Overcooked 這類型的遊戲在Switch的平台 我覺得是如魚得水 其實現在剪子在Switch的eShop 它是銷售榜排名 都在25位之前 即是榜首那堆 所以我們值得期待 接下來會有什麼新的概念 可以活用到Switch 亦都可以去到好好利用到這個平台 我覺得大家等著來看 大家除了玩大作之餘 都支持一下這些小公司 其實可能都是千多日圓 大概百多港幣 就可以玩到這些小遊戲 我覺得值得去試 大家可以給多些機會這些小公司 今天的每日集新聞就到這裡 覺得大多數字 我們也可以拍照